大家好 我是阿成 歡迎收看BB代表 今天呢 我們邀請到三位來賓 和我們來一起討論巴斯汀有機口罩 首先呢 是香檳代表RF 大家好 我是RF 以及呢 工程師鐵粉許主導 大家好 我是許主導 還有呢 夢想家 口號球迷 小郭 大家好 我是小郭 OK 那我們今天的討論呢 會先從各隊的排名 也就是第一名的工程師 第二名的夢想家 第三名的勇士 以及第四名的國王 然後依照1423這個對戰者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會先從各隊的優點跟缺點 然後接著呢 見到觀眾的一些觀點和問題 我們會做回答跟分析 那首先呢 我們先從工程師的部分開始 好 那 今年的工程師最大的優點 當然就是新覆到這個點 再進去 其實是無人能打的部分 那在團隊的外線 在下半線大小的成長 外圍呢 像高伯爬會跑 出運跑 或者是郭道傑的人 在 或者被包夾的時候也能優秀 那這部分呢 呃 不知道 許主導長 特別觀察到什麼重點 特別觀察到什麼重點 其實 從整季工程師的表現來看的話 就是上半季 就是一開始也是 大和滿爛的 那我有觀察到的是 其實 其實賽季的成績場 其實工程師 蠻 熟蠻多冰冷的 就是 熟蠻多冰冷的 其實我跟允塵討論過就是 其實工程師 其實 聯名牌的時候一手區 然後 整季工程師都 常常蠻長長的缺 其實他 賽季前一開始 那段戰績不好的時候 就是熟 熟那個冰冷的 然後後來到賽季東改缺 之後 由戰績開始打起來 當然 祝贏好 郭少傑 祝贏好 找回自己 把郭少傑解凍之後 那個 場均的那個 參賽季開的場均 場均的上場時間 滿滿重大的 是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 其實他們的籃板 其實籃板呢 是全聯盟最多 那因為 有崩熱戰的關係喔 所以說死球隊 可以打不少的轉換 那想請教還有 就是這方面 我們怎麼特別的重點 嗯 我覺得 現在 就是對我來說 所以工程師已經是整個打開了 他們現在 無論是剛剛阿神說的 就是 星巴他在禁區的問題 尤其是我在最近機場 也可以看到就是 法式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在外圍的流線 嗯 也是對其他球隊來說 非常好痛 那可以看到剛剛 就是允澤那個 圖表裡面 就是工程師的籃板 就是可以說 海放其他球隊 非常好 對 那其實呢 在 紀錄賽系列賽 是主在 還有才一個 補課場籠體的賽者 那我們有沒有知道 那其實工程師 今年在課場的勝率 是相當高的 那其中對戰 第一輪的對手 新北方 我們在 新莊的三場比賽 都選了勝率 那唯一 稍稍有劣勢的 應該是在對於 對戰孟娘講 那也許呢 我們可以在 總幹線賽看到這個 對戰者 因為畢竟他也是 章麗石 跟旺明星 對 那不過 因為工程師 今年在 周近民禮的戰 其實只有一勝兩敗 算是跟三隊對戰相對 稍微沒有那麼好 那 想請小博分享 在這個地方 工程師跟旺明嘉 還有一些隊長 其實這兩隊 真的是從季出 話題就一直 不斷 一路到現在 要到季末兩隊 都還是話題 滿滿每一次的對點 那在民禮剛剛 阿強有提到說 就是一勝兩敗 其實 因為在民禮單 這個勝率是非常高 所以在 不管是哪一隊 各隊其實在這個球場 其實都跑得太到便宜 那 其實如果這兩隊 最後是對決的話 其實應該 我相信很多球迷 也都是非常期待 好 那 最後呢 還有一個 排想優勢就是 工程師在落後時的 反攻能力相當不錯 其實包括像是 剛有提到就是 這是第一輪對準 國王 其實在 既過兩場 跟國王在新莊 其實 打到第三級 其實都是足以落後的狀態 但是第四級 像 陳堅任也好 或者是 上一場比賽 法師在 延長賽的一些 三分命中 讓工程師順利 拿下勝利 那接著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工程師 比較 劣勢的地方 那首先就是 巫師他加入的時間 稍微晚了 那 球隊的磨合期間 比較短一些 那還有就是像法師 他的出手選擇 可能沒有來的那麼好 雖然說 可能有時候 民動力不錯 但是 狀態可能就 沒有那麼穩定 然後 還有像是 呼倫他的移動能力 可能比較不好一點 那對手可能 比較容易使用防守環境 像是 呃 假如說對到 國王隊的 尼凱燕也好 或是楊靜林等等 可能 他的轉換能力相當不錯 那 他又沒有辦法 呼倫沒辦法離開 進去的狀況之下 那團隊 又只能守 區域防守 那如果要對外 像是 呃 康瑪士也好 或是木倫斯 他們有三分外線投射能力 那這樣會比較劣勢 那還有就是 本土內線的人手比較少 然後楊降有孤倫運中風 那內線會比較 仰賴孤倫的狀況下來 讓他們皮疼 會成為後半隊的狀況 那場軍失誤也比較多一點 嗯 因為 今年公仁市的場軍失誤 算是聯盟最多的 那 這會造成就是 球隊在追分也好多的失誤 嗯 要連續一些技術會比較 比較 比較疏漏 就是比較不足一點 那 就是你失誤越多 可能進攻的 市數會相對少一些這樣 那 教練團的用人 可能也比較保守 像是 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 宋姆萱也好啊 或者是 嗯 一些 像農曆森其實也在 對國王的比賽 競場也很不錯 那 但是因為教練團 用兵比較保守 那可能你的機會 少人慢一些 那可能 嗯 不像國王也好 或者是貿易家等球隊 就是 有一些 可以有騎兵跳到的感覺 那 想請群長分享一下 你最幫助你們看 嗯 我有看法就是 這兩回崗 阿神比較好 一定龍泳森跟宋姆 就是 在如果 季后賽 如果可能 對上國王的話 如果 洋將改革中式配的話 那中風 中風可能會講到五代 那如果不帶好 又可能 當歸音速或是這樣的話 可能 無法上場時間 那麼久的話 那龍泳森就可能要 試著點出來 那 那 那本土的話 那宋姆就是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 具備的環境是 宋姆也能定 對不對 那根本是本土球 可能 可能就是 熱情美鳳的話 宋姆過程 所以是一個好險 好 那還有就是 其實 拔球命中 因為在有孤樂的狀況下 可能稍微低一點 那 可能得分的效率 就沒有像其他球 那想請阿爾 你分享一下就是 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覺得 接續剛剛 許圖章所說的 就是 不論是在 人員的調度上 或者是 教練的人員配置上面 因為我覺得 工程師是在 接候賽四個球隊裡面中 就是算是比較 人來風一點的球隊 所以就是 在他們遇到一些 進攻上的 當機的部分 如果教練還 就是堅持 同樣的換人策略的話 可能比起其他 三支球隊來說 在換人上面 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嗯 是 好 接著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工程師的對手 第四種是 新北國王 那其實國王今年的 三分球的命中率 算是四隊當中 相對穩定 那命中率是 排聯盟第一 正中的話 像有三位高砲牌 以及的側翼 都有三分外線的投射能力 那我先請徐組長 來為我們分析一下 三位高砲牌 湯瑪斯 戴維斯 以及穩爾斯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圖表上 新北國王這三位高砲牌 場面上升出手 分別為 湯瑪斯的4.53 戴維斯的3 以及穩爾斯的7.5 那命中率呢 湯瑪斯 兩成九 也是快到接近三成的命中 湯瑪斯 戴維斯 有四成多的命中率 是非常誇張 那穩爾斯 可能那個樣子出兩場 他目前出在兩場 那可能有兩成的命中 這樣 那我可以看到 這邊比較在意的是 場軍三分出手 出手的部分 那只要國王對上 工程師的話 那如果可能出 順陽戰 可能是湯瑪斯跟穩爾斯的話 那 只要 我相信只要他們感頭 他們感頭 就可以給工程師 來帶給蠻多的壓力 是不是這樣 因為星巴士沒有突出去 外線 這樣 當然是要守區 對 守區 要靠高國王 或是靶石 他們兩個會守 會守上面 可能他高國王 要記住覺得很好 這樣子 OK 那小火 有沒有想要分享 關於側翼組的部分 對 其實除了這上會高炮 其實我們可以 看開國王整個陣容來看 他是 物資非常多 外圍射手在 外線住脈圖 那包含 比較 主控李凱燕 還有比較年輕的 像是 洪凱傑 還有 檢佑者 以及李英峰 其實還有 最近其實我特別想提的 是最近跳出來的小弟 林立人士 然後加上其實 呃 除了這幾個以外 不管是楊敬明啊 還是一些其他球員 其實他們都有三分出手的能力 其實 就對國王來說 其實這些他們側翼群的能手 還有啊 忘記提倫就是 今年也是以新秀那個 陳俊濫 對陳俊濫 所以其實他們 洋將就會切入 或者是 呃 持球界切入之後 他們才做切傳 分出來的話 其實他們外線能力 是可以給其他球員 帶來很大的壓力 那其實 除了外線 他們幾位的防守能力 也是相當好 所以 佈置這一條3D球員之後 其實 對國王來說 他們整個進攻的空間 更大更快 嗯 那其實剛剛小波 在談話內容 都有比較不少的球員 那其實包含了各種的 像楊敬明算是 比較私生的球員 然後有像是 年輕的球員 像減幼者 那或者是 新秀陳俊濫的 那也證明了就是 國王的陣容 其實還在各個年齡者 那這種的陣型 可以讓團隊同時 具備的體能 以及經驗 那想請 RF分享這方面看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有季後賽 四隊的平均年齡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國王雖然在這四隊裡面 他們是第二年輕的 可是其實 他們在 那個球隊的 年齡層的分布上面 是 有一點廣的 他們從22到25就有五位球員 然後25到30就有六位球員 30到30有三位 而35到40歲 只有 高達三位球員 那我覺得說 就是可能 稍嫌多了一點 可是這也在 相對經驗 更重要的 肌肉賽來說 可能 會是一個幫助的說事 然後想要再補充 就是 剛剛徐部長 有說到 三個高號場之間的配 就是我覺得他們 就是不論是 外向的投射 他們甚至是在 不論是來到台灣的 競爭場比賽 才可以看到 他與湯瑪士有一些 高低位的配合 就是可能也會造成 就是各隊有一些 殺傷力上面的一些影響 對 那接著是要談到的是 國王比較劣勢的地方 那其實像 湯瑪士前一陣子 缺陣的狀況之下 其實 國王會陷入連敗 那聯盟也有做出一張試試看 比較就是 湯瑪士上場 可能沒有上場之間的一些 變化 那也讓 國王的團隊就是 可能在 湯瑪士沒辦法出賽的狀況下 會比較 辛苦一點 那也證明就是 國王隊可能沒有辦法 缺乏湯瑪士正名兩獎 那讓 球隊可能在季後賽 會需要 考驗一下教育團的兩獎使用選擇 這樣子 那 其實在湯瑪士缺陣的期間 其實 Quizzy Davis 也扛下了進去的重量 那 但是因為他年紀也算是比較大一些 那也容易平 最近也是有傷在神 那 等季後賽就需要奮配一些上癮時間 那這方面想要請 小郭分析一下就是 Q在 各級的一些人分跟 狀態 還有一些季節組織 那 其實大家看到 透過圖表 可以看到說 其實 我們都知道 戶國神Q其實在去年 痾 這裡還沒打很好的一個關鍵 那今年我們其實透過 看到這個數據上面 其實在前三節上的時間 大概都 在五分鐘以內 或者是比較第二節 可能超過五分鐘一點點 那 前三節的正負值其實也都 然後 並沒有特別突出的部分 那其實 第四節 我們現在可以 畢竟Q也是老的 然後他也有傷在神 也有受過傷 那其實 教練團員會比較傾向讓他留到第四節 然後 他算是本土的一個部分來做使用 那第四節 你可以看到他場去上場 已經逼近十分鐘了 然後正負值高達7.3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右邊這個進攻效率的部分 其實這個 進攻效率是反應 球員在每回合 他可以 每一次球權 他可以得到分數 那我們其實看到 第四節 那個 戴維斯在第四節 每一次球權 他的場地可以得到1.0 那其實這是 相當不錯的一個數據 那 在第四節的表現 也都是相當 對國王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期 是 那是不是可能他近期 有傷才神 那 那小波覺得說 如果角色 戴維斯的狀態 沒有辦法應付到接下來的比賽 那有沒有什麼替代到來 那其實 戴維斯畢竟也是一個老將 那其實我相信 如果他有傷害神 除了洋將以外 我相信像是本土一些 比如說 尼歐嘛 這些比較年輕的球員 他必須 在這種 比較關鍵的壓力時 他必須跳出 那其實 國王的場均的籃板 在 基督賽的球隊當中 算是 偏低的 一致球隊 那可能跟 呃 前一陣子他好像是缺陣的狀態 有一些關聯 那 第三號 我們講 戈維斯他的 入隊時間也比較遠 那使得 摩托其隊適應比賽的時間 也比較緊迫一些 那 李凱燕在賽季中 也有受傷 那 感謝你跟技術 可能沒有來 那 那 第五 呃 洪志賽最近也 出賽的時間 也不是那麼多 那 可能就要有 呃 陳俊然在一號位 的一些 控場 那這方面講起 呃 分享一下 就是你對 國王隊一號位 真的不看 嗯 就像剛剛阿成所說的 就是 洪志賽因為他年紀的因素 也是我們剛才前面有提到 就是國王隊在 30到40歲 有 到 差不多 六個人 這麼多的情況下來說 讓他們在一號位 上面是有點刺激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後幾場比賽 他們的 人手上是真的 有些不足 對 但我覺得 在透過 一些時間的 休息之後 到季後賽 在工程師可能是 無法就是 看清這支球的 嗯 還是要小心他們在 就是 季後賽的經驗上 還有這段時間 休息之後 還有他們 新的能量 的搭配上 可能會造成 工程師有一些 新的麻 嗯 因為畢竟就是 國王其實 真正說完全體的 時機 一直沒有說 完全成績 對對對 嗯 那 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關鍵時刻的 最近可以看到 楊靜民個人單打的 時機會比較多一些 對 那這方面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 國王隊可以改善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 多讓League 就是 上場發揮一下 他的就是 不論是對於 對手 就是第一線的防守 的壓迫 然後以及他的轉化 甚至 偶爾天開始說 要傳出一些妙傳 就是可以減輕 就是像是 李凱嫣啊 那你剛才說 楊靜他們在場上 就是一些重燈這樣 嗯 對 好那 剛阿倫提到 Lelis 那想請你選擇 就是過去的 在關注分別的部分 那 有沒有想對 Lelis 的分享 先去看 嗯 Lelis 他就是在分別 其實就是 聖誕大戰 那一陣 聖誕大戰那一陣 就是收拾 他就是當作一個 方式 那我肯定 你一定是 如果對上 對對上工程之後 他一定會給 那個 就是 手心罷手 他可以 他可以幫你去 可以做一些 可以做一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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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著進入到觀眾討論 與問題的環節 那我們現在看看 這位羅同學的問題跟討論 那他說工程師 近期 朱雲豪 郭少傑等人本 這些本土求人 發揮算是 越來越到位 那不過呢 就是 他認為說 這個得分 不再 僅依靠洋將 那如果說 本土的得分 或是外圍 當機的話 又會回到 Cymbler這一點身上 那這一點呢 他認為說 羅同學是提到說 他認為 在洋將體能的調配上 是工程師的一些劣勢 那這邊我想要做一些回應 就是 其實上半季的工程師 確實是比較依賴洋 得分是比較依賴洋將 那到了連勝期間 其實本土就是算有跳出來 那不過到了 其實下半季的最後幾場比賽 其實又回到 得分又回到洋將身上 但是 有別於上半季 其實本土的出手 慾望以及信心是 遠高於上半季的 因此 我認為在下半季也好 或是接下來要到的季後賽 其實本土是更有本錢 來去做出手 跟整個 戰術 其實設計也不僅限於在洋將身上 因此 在體能調配上 我認為 在 不管是行叭也好 或是法師也好 其實 在這方面 我認為其實球員的輪體 可以再更靈活一些 那其實像巫師的加入 其實也給工程師的禁區也好 或者是外圍投射 都有一定的注意 因為其實巫師的藍板能力其實也不差 那三分外線 投射能力就更不用多說 因此我覺得 在 星巴拉的 體能調配的話 我覺得可以 能比上半季來得更好一些 OK 那羅同學還提到 就是國王隊的部分 那他說 國王隊在 跟湯馬士 在戰術的配合上 是算蠻到位的 那不過 因為新加入的洋將 就是 木倫斯 他的磨合時間 比較短一些 所以說 要儘快找到使用說明書 那他認為說 他的出手 其實大部分都在三分外線 所以說 而且命中略不穩定的情況下 就是 比較需要去改善的 那他也認為說 他也提到說就是 藍板的鞏固方面 在第四節 單陽將情形 會是比較劣勢 OK 那這方面 我想要做回應的是 其實 木倫斯在最後的幾場比賽 就是特別是跟 最後一場跟夢強家比賽 其實他也展現了在禁區 不管是低位 單打 以及一些後仰跳投的 一些得分手段 因此我認為他的 得分手段 其實並不會僅限於三分外線 所以說我覺得 他的進攻的手段 全面性 基本上不會來的太差 那再來就是提到 第四節藍板問題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 單陽將的情況下 其實在 Queen C. Davis 坐鎮之下 這方面我覺得國王隊 並不會有太多的烈士 而且 其實在最後一場比賽 我們也可以看到 多是Q的進攻籃板 二波的進攻 然後或者是直接補籃的得分 其實在這方面 國王隊並不會有太多的 不適應或者是 比較 逃不到便宜的狀況 這是我認為 國王隊的部分 這樣 那接著呢 是 桃園的黃大帥 桃園的黃大帥 那他提到說高國豪 高國豪這一點 他認為說 可能在季歐才會不會 因為他的 節奏上 會有一些 對球隊可能會有一些 烈士或是一些狀況 那他說 他提到就是高國豪的穩定性 以及控球 剛提到節奏掌控部分 那是否算是高國豪的缺點 或是工程師的一些缺陷 那這方面我想要回應的是 其實 高國豪在本賽季初 其實 林冠仁總教練 是設定他打控球後衛 那其實 他主要是為了要跟 新波的做磨合 那其實 在季初其實找不太到這個 搭配的方式 那到後來下半季 其實他又逐漸找回他原性的打法 就是 其實他算是比較適合打得分後衛 那在進攻的破壞力 以及出手的選擇 也比上半季好來 好的許多 那其實跟 新波的在高位的黨才 我們提到的高興組合 其實也是工程師得以連勝的一個力氣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 高國豪其實也算是工程師 這邊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這樣子 那接著呢 這個桃園的黃大順 還有提到就是國王隊的部分 那國王隊部分 不然他是提到就是楊敬明的經驗跟得分能力 以及李凱燕的控球的全面性 是讓國王隊 他認為是比較佔優勢的地方 那這方面我覺得就是楊敬明他在第四節 因為國王隊 算是 楊敬明算是國王隊的算是精神領袖 然後也是得分本土的最主要的人手 所以說其實在第四節就是國王隊不會擔心說沒有人找不到在關鍵時刻出手的選擇 那這方面確實是國王隊的優勢 那不過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實國王隊還是必須要多點開花這樣子的表現 因為其實你如果說 僅 依靠楊敬明或是楊將的話 這樣子可能得分的全面性就不會來得這麼高 那萬一楊敬明的體能 因為他年紀也比較大 而且體能有些 有些衰退之下 這樣可能就還是需要其他人跳出來 那李凱燕的部分其實在受傷之後表現也有一些下滑 那最近機場也缺陣之下 那季後賽其實也需要儘快調整到位 OK 那接著還有就是桃園矮湯這位觀眾的一些問題 那他提到說其實工程師在從去年墊底 然後到今年的例行賽第一 然後其實也做了很多的調整 那不過就是在季後賽要與三支球隊爭取冠軍之下 那他想要問的是 就是工程師還有什麼需要可以調整 那這方面我覺得主要有三個重點 那這三個重點的第一個就是降低失誤 那第二個就是提升罰球的命中率 那最後第三點就是增加出手的選擇合理性 那因為第一點就是 失誤確實是工程師致命傷 那第二個罰球也是 那最後第三點其實出手選擇 如果說能夠更加的正確 像法師就是比較不要太多不合理的切入或是三分外線的出手 那包含像本土其實有些空檔做出來 你就應該出手這樣子 那如果說這點如果工程師能夠做到的話 我認為工程師在爭取冠軍之之路會來的更順利一點 OK那以上是我對於一些觀眾的討論以及問題的分析 那接著呢是進入到夢想家跟勇士這個組合 那我們就進到下一個影片 OK這一集的影片先到這邊 讓我看你老 frighten 那這件事情 你好 謝謝 谢谢大家